在台南后壁的京寮市区里 衍生着一栋别具特色的西世界竹 原来这里是由普利鲁奖得主 弗莱德波姆所设计的京寮天主堂 拥有四座独特造型直指天际的 绿皮银色锥形尖塔 特殊的造型在多士密南市建筑的小镇里 更外醒目 京寮国小位于后壁京寮村 临近京寮天主堂 保留了历史悠久的木造礼堂与办公室 木造礼堂 办公室建一座日志时期的升旗台与桃花心木林中 走进京寮老街 立刻可以感受到台湾农家风情与人情味 还记得记录片吴米勒里那位知名乐天的昆宾伯吗 原来这里就是全国冠军迷吴米勒的故乡 拥有250年历史的金德星药铺 保留下百年历史样貌 令人怀念的传统四国兵充满了浓浓的古早味 传承了超过一甲子的礼法技艺 纯手工的鹅绒耳巴 连日本人都慕名前来订购呢 走在京寮老街上 仿佛走入时光隧道 令人无限回味 创建于西元1902年的后壁车站 是传统的木造建筑 外观为榆林板 机座式洗石子 是日志时期典型的木造车站 纪录片吴米勒的四位主角 正是后壁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在车站前的雕像也象征了后壁人的打拼精神